要熟悉Google的云端硬碟 那这个是一个还蛮常用到的Google的 一个云端的服务 那因为Google的话呢 它这个是等于是免费给你用的 所以它这个一般叫做所谓的公有云 所谓的公有云就是说 它比较会有隐私上面的问题 因为你不确定说到底 它会不会把你的那个资料 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当然如果是公有云 可能你在放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 如果上面有一些你私人的东西 尽量还是放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如果我现在 不要用Google的云端的话 有没有别的方式 我想要自己建立自己个人的私有云 可不可以 其实当然可以啦 不过变成说你可能自己就要花一个费用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机器 是可以让你自己建所谓的那个私有云的 不过那个私有云变成说你要自己去买一个机器 那个机器的话 关键字叫这个 叫NAS 所以你就打一个NAS 这个东西 NAS NAS的话其实指的就是有点像是 有没有 它这个名称什么叫NAS 就是网路什么附接储存装置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可以提供给你去做那个所谓的私有云 其实说真的 它基本功能就是里面硬碟 然后这个硬碟外面有个盒子 这个盒子的话 就是可以帮助你建立那个云端的东西 我发现像我自己有买了 在家里或者在公司 都有用这个东西来做 所谓的私有云 那好处就是说 我就不用担心 第一个 那个Google的云端 它会跟我收钱 你会发现 它现在免费的好像是 这个15p港 可是如果你假设不够用的话 它就会跟你要钱 那多少钱呢 它最便宜的话每个月都要65块 有没有 然后如果你要再大一点的话 有90 一个月90就200G 那如果你要更大的话 就是一个月呢 330 有2TB OK 其实还蛮好用的啦 当然这看个人的需求而定 那这个等于是付给Google的 但如果你假设 你不想要付这个钱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买这类似招 不过这个又是很困难的东西 相对困难的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用下来 到底没那么困难 反正你就把这个装好 网路线插好 放在那边 其实它就会自己握壳了 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如果有信息同学 不妨可以自己再去找找 关键是NAS OK 其他的话有兴趣的部分呢 自己再试着找找看 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作业里面大概包含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Google表单问卷 那问卷的话 第一个问卷的那个 问卷的内容要让我看到 那怎么让我看到 就是你可以用缩短网址 就是把你那个网址缩短网址 还有QR Code 那短网址加QR Code 这个是这个表达问卷的部分 这个表达问卷呢 你帮我短网址加QR Code 第二个的话 给我一个结果的截图 那这个结果的截图 请你把它贴到Google的文件 记得不要贴到我的 因为我们这个课是云端 所以呢我们不要用非云端的东西 所以记得 Google的文件应该知道在哪里吧 反正就在刚刚提到的这个 Google的这边新增有文件 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 其实这个就是Google的 有点像卷的 这个卷的 这个是Excel 这个是PowerPoint 那这个的话就是表单 OK 当然如果你不够用的话 这边还有更多 其实我觉得云端真的非常好用 我用的其实蛮频繁的 OK 大概这些 然后呢 题目可以制定 你吃喝玩的都可以 因为之前同学有反映说呢 如果题目限制在跟文学有关的 好像太难做了 而且一般人也不太愿意回答 因为文学东西好像一般人觉得 好像跟生活无关 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下了 但是哦 如果你想要做文学有关的 比如说文学的相关问题 然后你身边刚好都是中文系 或文学院的同学 那你也可以问看看他 他懂不懂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把这些结果 把它调查出来 那当然会有个问题哦 就是帮你做问卷的人 可能也不能 他越多越好了 不过至少 你找个十个人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还是说你朋友没有十个 那可能就有点尽量吧 或者你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可能现在少子的话又太少 那以前兄弟姐妹就超过十个了 或者你爸爸妈妈 好了 反正就是找十个就对了 应该不困难吧 十个OK吧 那你的人际关系 不明真的太简单了 OK 好啦 试试看好了 如果现在没有十个 你总共有五个吧 OK 反正就越多越好 好 然后 问题呢 最少三个 哪三个 比如说第一个 请问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什么电局邮件 姓名学号 三个 这个不是太必要的 因为这个其实统计下来没什么意义啊 有的时候问卷还要最好是能够问一些比较 感觉好像有点亮点的东西 原来大家喜欢的跟我不一样 或者是说 请问你平常最常搭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比如说一 一 书拜 二公车 三火车 甚至四走路 好啦 反正就是这些 你的交通行的方式等等的 至少 比如问一下旁你身边的人一些相关的跟实力住行啊 相关的 或者交通啊 等等的 反正你 或者是说等等你有兴趣的题目啦 这个我就不太特别取历了 你想想看 然后呢最后把那个截图交出来贴到Google文件 或者Google简报也可以啦 简报其实就是一页贴一个一页贴一个 然后呢底下可能写一些简单的分析结果和心得一下 不用太多 比如说你为什么做这个设计这个问卷的问题 有哪一些你为什么要特别 你对这个为什么有感兴趣 那第二个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跟你原来预期的差不多吗 还是差很多 OK 当然你可以写一下 这个好像结果跟我原来预期其实相差不远 原来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东西 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不喜欢吃什么东西 或者喜欢喝什么东西 不喜欢喝等等啦 OK 类似像这些 那你们恐怕待会也许可以就可以开始想想看 那缴交的日期是在下下礼拜再交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不用急着马上要做完 但是你需要先做一些规划 那主要的设计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学会所谓的Google的云端 云端的应用 这个其实相当的好用 因为我基本上常常会用Google的东西 举凡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第一个问卷 其实是用Google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提供给各位Google的云端 有没有 就是第二个连结的时候 我会请大家输入那个网址嘛 有没有 gg.gg 后面加上斜线 cloud to app 有没有 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啦 你想说 为什么无法在 新档案 为什么 那我的全线被锁住了吗 先不管它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云端上面有把它分类 一个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的话也是云端硬碟上面的东西 那只是说我把它分 那为什么你们别人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啦 每个资料夹上方 它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名称要共用 有没有 你也可以怎么样 选择要不要共用 那如果预设是不共用 可是如果 将来你希望让 别人看到你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东西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选择共用 那预设的话 如果我把它关掉 改成限制的话 那你们是看不到的 哪怕你已经知道这个连结 那我把它关起来的话 别人就会看到什么 什么都看不到 它应该会出现什么 无法检视吧 那因为呢 我希望你们上课的同学都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 知道连结的任何人 那知道任何人 知道连结任何人 其实你会发现哦 选了这个之后 旁边还有个选项 总共有三个 那这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的话 是检视者 检视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看到档案 但是呢 你不能变更 也就是说你只能看 没办法去改变里面的资料 当然也不能删除任何东西 OK 那相对的 加注者 加注者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你可以 怎么样 在上面加注解 然后呢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呢 还是由原来的这个 这个拥有者才能修改 一般其实主要是检视 比较多啦 因为怕说 你假设让别人能够改的话 那当然呢 如果把它改成编辑者的话 那完蛋了 如果有的人呢 在上面看到 假设说 哎 有些东西呢 我要把它删掉 那就把它删掉了 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哦 理论上我只会给你们 拥有检视者的这个权限 那当然未来如果说 你是要跟别人共用 比如说他也可以传资料上来 也可以把资料做删除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开放给别人 叫编辑者 这样的话就是双向咯 所以哦 如果有一个云端空间 大家共用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把他共用的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改成编辑者 这样的话以后哦 大家丢资料就方便了 那怎么丢方便 一样 丢资料 一样就是把它上传上来 这边就有每个人的 这个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请愧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妨可以玩玩看 这个其实真的蛮好用的 因为以前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哇 那自己要架设网站 我觉得真的蛮麻烦的 那现在有云端简单多了 OK 而且 如果你自己架设网站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呢 你放在家里会有停电的风险 停电的话呢 那连不到了吧 对OK 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 你必须要有二十四角让它开着 然后呢 你可能家里一定要有那个连线速度快的网路 不然的话别人也连不到 或者连很慢 那也不对 所以啊 如果你假设很懒的去维护的话 那不妨哦 你干脆就是交给Google 他会帮你做这些事情 OK 好了 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们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有关云端相关的应用 并且了解一下有关就是说 这个云端的使用方法 那当然后面我的规划是这样的 我是希望说 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课前问卷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了解云端的一些相关机制 然后我自己的简介 另外底下的话有一些相关应用 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云端应叠之外 其他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用 像Google的相簿 然后Google的地图 这些其实生活里面都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Google地图 我觉得好像现在只要你出国旅行要自住的话 真的有Google地图应该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要旅游这件事 有Google地图 基本上里面该有的都连时刻表好像几乎都有 所以如果你会用Google地图的话 旅行上面其实真的蛮有安全感的 后面的话就是有关APP的应用 在APP的设计 不过我们可能会比较强调是APP的设计部分 至于应用 我看如果有机会再挑一些相关的APP来说一下 当然你可以发现Google的云端 在电脑上有这些云端功能之外 其实它也有对应到的APP 在手机端也有Google的云端应杰的APP 也有Google项目的APP 也有地图的APP 所以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等于是说你将来要把资料放上去 你要在手机上看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大概是这些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关档案下载的部分 请各位就是自己在记得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很重要 以后我都会把相关东西放在上面 然后再来的话我会简介一下 这个应该也不用太多简介了 因为大家应该对我不陌生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上过我的程式设计课了 要找到我其实也蛮容易的 因为网路上面其实要搜寻我的相关东西 真的太多了 尤其是我的YouTube上面的影片 因为影片在多到一个爆炸的恐怖 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单位的人 会认识我是因为网路上先看过的影片 所以对我一定不陌生 尤其是想要学习这个Excel的部分 好像都几乎会看过我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这门课程其实跟未来趋势相当有关系 那举凡就是说 最早是Cloud 云端 再来后来发展出大数据 再来的话就AI 所以未来你可能会问说 到底未来哪些趋势是潮流 我跟各位讲 如果将来你要比较好找工作 我记得把这个ABC一定要 至少要熟悉 如果可以变成你一个专业的话那更好 OK A的话AI 那目前应该最夯的就是那个CharGPT 所以如果假认你对CharGPT不熟 可能还是要先试着玩玩看吧 我记得CharGPT也不难用吧 那你如果要找到CharGPT 问一下 这个有用过 用过CharGPT 请举一下手 最新的版本的话是那个4的版本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它练习一下 那目前的话 它免费版是3.5 那旁边这边有加一个锁 意思是说这个不能用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呢 就是你把它点下去 它上面会跳个讯息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用的话 记得每个月交一个保护费 多少钱呢 20块 那就是USD 就是20块美金 那目前的汇率大概是1比32左右吧 所以大概是要给一个月 640块左右的台币的钱 那它能够得到什么呢 第一个 它能够得到的版本就是最新的 CharGPT4的版本 OK 那比较不会跳出那个讯息 如果你用免费版 它常会跳说 我这个资料最多是到2021年的9月 就没有更新了 OK 那怎么办呢 如果2021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它就前面这个版本就找不到 但是后面这个版本就OK 然后比较快的反应速度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 这个CharGPT部分 那个是延伸的 然后其他的话 这是相关的简历 那目前我的订阅 这个频道订阅人数大概是 快接近四万了 然后这个 OK 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我证照目前大概也三十来张 所以这个 相关的证照我还是还蛮推荐各位 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将来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机会的话 不妨可以再去 往那个证照方面去思考看看 那目前的话 有关APP部分其实有一张 可以考那个APP相关证照 如果你考过的话 那表示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知识 那我们后面的话大概 基本的刚要就是说我会针对云端硬碟 云端的这个应用部分 会先做说明 那慢慢的话延伸就是到 也许到YouTube 我YouTube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 这个涉及的层面还蛮多的 可能会举一些 YouTube上面应用 因为YouTube也算是云端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呢 如果你对于那个当网红这个有兴趣的话 还不妨 不过我在想说现在当网红有点慢了 因为 现在好像那个分论好像越越少了 我发现它给的不像以前那么大方 那其他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慢慢就会引导到 APP应用 APP设计 跟这个如何去发布 把你做好的这个手机APP呢 可以让别人看到 大概钢要基本上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就是 跟我们的相关设计 好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 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试着做做看 刚刚有提到就是 这个Google的表单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